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应该后座力是不是很大 大家好,我是志祺最英的rap artist 主持人,我们快点,快点 让我们掌握到一个线索 可是我的坐标在崇佐市宁明县 快,快,给我看 这是你的尿液检测出来的组组 这是我11月初在广西边境拍到的画面 哪怕是现在回头来看,还是会感到紧张 我在中华之舰那期以纪录片视角 带大家看过1994年的边境 那些贩毒、吸毒、火拼的残酷场景 而27年后,我在边境阿瓜的带领下 来到了真实的广西边境 沿用相机记录了整晚边境夜茶的全过程 并见证了一场抓捕 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边境警察的工作日常 真实的边境到底是什么样 夜茶当晚我们又遭遇了怎样的突发情况 那今天晚上我要和边境阿瓜 一起去一线的边境进行边检 就像以前我们只在电视上看过边境警察 抓捕毒贩、抓捕偷渡客的桥段 那今天就带大家去一线的边境看一看 一名边境警察的工作日常 今天又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咱们拭目以待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的 在岸边境检查站 我们今天还邀请了我们 一位百万阿瓜叔 那时候边境检查 我们的家活动人员 打开一下看一下 拿过了一起这个毒品按键 查过这个冰毒的话我们有8公斤 我们在的关卡是第二道边境关卡 会对这里的过往车辆进行排查 也正是在这个关卡 曾抓到一个携带8公斤冰毒的毒贩 看到鹤枪实弹的检查 我的感受就是 既安心又感到一丝危险 这是什么东西 那个这是什么 马蜂 是马蜂吗不是吧 是 这个哪里是马蜂 马蜂不是黑色的 马蜂啊 这个黑虹 对这个黑虹 这个很毒的 对于整个边检站来说 日常就是查贩毒走私偷渡 我在来的路上也看到了大量 关于协助偷渡犯法的宣传 以及协助偷渡者的警示公告 当然对于他们来说 更为日常也更危险的接触 是毒品 因为接到线报当地有吸毒者出现 我们立马驱车前往 结果发现吸毒者也被抓捕 你好有人站吗 我不确定她的家人看到我们的出现 是一种什么感受 但记录片里的那种无奈 那种难受 隔着镜头都过于真实 张商毒品一戏了一户门 嗯 你妈她也不值钱了 我想每一个吸毒者家庭都经历着同样的苦难 而这一切的来源也是毒贩 阿瓜和我说我们的禁毒力度很大 但毒品的暴力总会吸引亡命之徒 根据21年6月的报道 整个重左边境管理支队 在2020年以来 共破获毒品案件56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12名 缴获各类毒品23.7公斤 而毒贩暴力冲港边境开枪射击的桥段 去年也在重左上演过 只是没想到当晚 我就近距离体会到了边境工作的危险 在夜查过程中 阿瓜向我展示了 债安边检站的智能路况监控系统 从车牌识别到人脸识别 而就在当晚 系统监控道 以可疑车辆指入了一条荒无人烟的岔路 这条进行个检查 好的 因为过往的晚上 经过这条路都是有可疑的 是哪里人 六柴 六柴是吗 对 六柴是吗 你先打什么 现在去哪里 现在去打 打油 这么晚才可以打油 对 明天有事干 好 你这个 这个要拿 这个要封锁 行吧 好 那你就先 哪里了 一样啊 要点啊 对 对 哎 喂 干什么 来来来 别动 别动 哎呀 你要点你就紧张什么 别动 别动 不要紧张啊 刚好没有个 前面前面的干嘛 想跑 没动 你干嘛要跑啊 干嘛要跑 好了 有颜色 有颜色 辣椒 太久了 旁边动 好 我们这个 热热的 这是我们验尿板 你说 这是你检验 卡了 对 老实点 配合我们检查 这是你的药液检测出来的结果 对 最近是不是吸出了毒品 偷吃一下 偷吃一下 吃过了 昨天 昨天啊 对 那你这边旁边 上面是什么人 上面那些一起的朋友 你有的 他们去的没有 他们没跟我一起的 我不知道 就是冰淀板上一起 先放旁边 这是你的那个药液 给你先看好他 一哥一哥下来 一哥一哥下来 没有啊 没有啊 你也先走 好 一哥就进去了 配合检查 这一天啊 这一天啊 好 好 好 那你一遍 你一遍配合检查 这不奔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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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捕了一名冰毒吸食者 用他们的话说 叫本仔 而正当他的同伴被带回检查时 我采访这位本仔 尽管我在纪录片里看过那些吸毒者的自白 要把动漫割掉 但当面与吸毒者对话 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我不确定他到底有多后悔 我也不确定他如何面对他的家人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不要吸毒 吸毒犯法 吸毒毁终身 你们记住这句话 就是我这次去边境最大的收获 因为正是毒品的存在 造成了无数禁毒警察和边境警察的牺牲 因为正是毒品的毒害 造成了无数原本美满的家庭家破人亡 晚上11点 我和边检站的警察们拖着疲惫的身躯 终于喝上了一口热水 他对于我来说只是一天的特别体验 而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个日日夜夜的常态 在边检站门口 我看到一个坐在桌前的小朋友 那是他们的子女 因为无人照看 只能默默在边检站等候 深夜离开边检站的我心情难以平复 晚上我也见到了阿瓜的战友 是一名巡边的士兵 他向我讲述边境丛林里那些惊险遭遇时 是如此淡定 而阿瓜和我说 他们重左还有很多击毒干警 为禁毒长期卧点出生入死 于是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人在贩毒 为什么有人在协助偷渡 为什么有人在不断试探法律底线 你们难道不知道 这些有血有肉有家庭的警察 为了我们过上安定生活的默默付出吗 此时我只想说句 辛苦的向你们致敬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如今的我们在阳光下生活 是因为在阴暗的深处 无数英雄在为我们负重前行 临走前阿瓜给我看了他们过去惊险的追捕画面 关于边境警察的故事 我会再做一期 在此我也希望大家能给这期视频点赞转发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我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这些默默守护我们的中国警察 谢谢你 谢谢你